大家好,我是天监,农曆十二月二十五,是立春,春气此而建立也,代表着春天的开始,亦是中国太阳历一个周年的真正起点。 阳气初生,曼蜜换发勃勃生机。由立春开始,天地曼蜜就开启了新一年的二十四节气轮回。 立春是冬季幸春的过渡节气,日头的时间会逐渐变长,气温会慢慢变暖,但是温差就会比较大。 因应立春时节,人体顺应自然,容易变得干火性,那就要注意保养干血。 饮食可以以清淡为主,可以多吃一些大葱,芹菜,白菜等,那就可以好像我那样,持续清香养干。 东风吹散梅收雪,一夜挽回天夏春。从此羊春应有脚,百花富贵草精神。